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做到水循環一滴水用四次 那大廠像是中鋼 日月光优等生 是怎么做到水循環 厂区废水经过水管会流进生物池 第一步为生物分解 再来透过天然矿物去除杂质 用紫外线或是臭氧杀菌 晶圆厂则是电解去除 制成出现的硫酸铜肺液 看看一边是杂质高的废水 透过水循環系统出来的水清澈透明 再重新加入制成 有些制成需要吸滴重洗的 那这些制成的水 我们可以再经过处理以后 再来回首利用 冷却的用水 也可以已经排到废水处理厂了 也可以经过废水处理以后 再回首利用 工业用水水律鼠规划 至少七到八成再循环 但民生用水再使用率 却连一成都不到 不破网赶工新建水资源中心 先搜集再处理 在我们下水道 已经逐渐布建完成的地区 我们正在大力推动11座的再生水厂 前线省水大作战 却不能忽视这里漏光光 全台湾一年光是漏水 漏掉4.4亿公吨 相当于2.5座石门水库的水 一大原因就在管线太老旧 水利储编列80亿更换管线 2025年要把漏水降到10% 能省一滴是一滴 三天新闻优家伟 全家伟电报报导